是啊 所以一看這個小豬就很像 但是你這一個經濟學人雜誌封面的這隻小豬 顯然的有點驚恐 他表情有點驚恐 你看的很細 驚恐粉紅豬為什麼呢 因為他好像爆開來 這邊要講到的是銀行 所以他畫一隻豬很有那種儲蓄、銀行這種觀念 這邊要講到的是 數位時代到底對銀行業有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有爆裂嗎 爆炸開來的一隻粉紅小豬 這一期的封面故事是他一個蠻長的專題 談的是金融業與科技之間的關係 我想你的聽眾當中應該蠻多是金融業的 我強烈推薦這個專題 為什麼他主要是談的 其實過去20年來數位科技的出現 我們知道衝擊了各行各業 我們的出版媒體就不用說了 電影、音樂 現在連計程車、醫療 各方面都受到來自數位產業的迫害式的改變 所以什麼東西你上網都可以找到 一開手機 在手你什麼都可以買到 幾乎沒有不受影響的 只是分直接跟間接 你會發現有些是直接衝擊 有些是間接的就產生一些影響 所以造成的結果就是在很多的傳統產業 你會發現大企業過去所擁有的優勢不在 分分都被新創的企業給搞破壞掉了 但是一直有一個產業除外 也就是銀行業、金融業、banking 有到除外嗎 他們其實有一些金融服務其實也是數位化 也是會利用這些科技的工具 那只是說 在例如非洲、印度我們之前聊過 過去傳統金融業不是那麼強大的國家 反而改變比較大 但是像在美國、英國、台灣 過去金融業勢力太強大了 他們有很大的力量去影響政府 造成的結果是 我們其實今天很多人在談到banking這件行為的時候 還是蠻老派的 你有沒有發現跟很多的我們知道的新型國家 我們隔壁的中國 尤其相較對岸 對對對 因為我想雖然往來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 這方面台灣落後 中國大陸很多 但是反過來說 我也不太 所謂的落後這個字眼 事實上是因為我們先前發展得很好 然後我們的銀行 包括一些分行 包括一些服務都非常的便利 便利到說 你其實不太需要像中國大陸那樣子 就是後來追趕這種方式 完全都沒錯 所以但這一期他的整個專題 他很直接了當的預言 這一切即將改變 即將改變 事實上已經在改變了 事實上已經在改變了 已經在改變中了 你看亞洲各種的支付的apps 現在已經加起來 總共有10億的使用戶 在西方國家也是 英國 美國現在使用行動銀行 就是用手機來處理銀行業務 理財 比例一直在增加 現在在美國的數據 有49%的人會用手機來處理銀行的事物 這等於是一半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因為即便我們剛剛講到早期 比較成熟的 擁有金融服務的市場 包括美國 歐洲跟台灣 台灣先不要講 就是歐洲跟美國 就已經都已經抵擋不了了 就慢慢慢慢也已經發現 很多的部分必須改變 沒錯 沒錯 所以也因為它已經改變了 看起來很有搞頭 所以看這幾年來 西谷也好 英國也好 很多的科技新創業者 都想投入這個領域 因為感覺上 搞Banking也蠻好賺的吧 不過問題是 問題是 銀行畢竟不是一般的產業 OK 白石打倒了就倒了 OK Tower音樂倒了就倒了 你就上網買就好了 但是銀行 不可以說倒就倒啊 是啊 那麼多人的存款戶在裡面 那麼多的一些交易 跟什麼保障在裡面 是 目前全球的金融業手上 哪有的資金資產 大概超過100兆美金以上 太多了 但經濟學院說 重點還不在這裡 重點在於 銀行在我們這個社會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它其實是一個資金調節器的功能 OK 那這個功能 其實是整個經濟的水流順不順暢 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比方說定期存款好了 這樣的機制 它的機制造成的結果會是 你這筆錢給我 OK 一年後兩年後三年後 到期才能領 當然事情要領也可以 就沒有利息 但你通常就不會想用到這筆錢 直到它到期 這造成的結果呢 是什麼 就是會讓你延後消費 延後投資 這筆錢 先放著等到到期再說吧 OK 那如果這個社會有一個兩個十個 一百萬個人是如此的話 那這個社會的資金就會因此 因為這個調節器的產生 而延後它的消費行為 它的投資行為 相反的 銀行會提供貸款 那貸款這個產品就會倒過來 信用卡這個產品也是一樣 它會讓你提前消費 當下就享受你的消費 對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常看很多的金融指標的目的 其實也在這裡 你大概就可以從貨幣供給的寬鬆之間 去理解 或者去研判 這個經濟在接下來的三個月 六個月 甚至一年之內 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所以這是銀行存在很重要的角色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銀行它數位化了會怎麼樣 會不好嗎 會加速 或是會破壞 這樣子的一個平衡嗎 是 經濟行人很具體的說 沒有錯 也正因為有如此重要的角色 所以傳統銀行業樂得說 最好不要變 OK 政府官員也樂得說 最好不要那麼容易的變 免得動搖我的國本 但是經濟行人說 如果你這麼想的話是錯的 錯的 為什麼 因為數位化的好處 遠遠多於壞處 事實上今天銀行業 金融業的數位程度 已經慢其他產業很多的 所以你發現 包括我們台灣很多銀行 我們整個系統都還是 非常的老舊的狀態 所以很可惜 但經濟行人說 沒有關係 未來接下來繼續的進步 總比完全停滯 沒有進步要來的好 那它這個專題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它基本上認為 這個大勢所局是很難擋的 首先第一個 年輕人 現在早就已經不再養成 去銀行的習慣了 你看 我不知道你們 像我這小時候 媽媽會帶著我去跑銀行 存錢 付款 所以我對銀行是 從小有不會太陌生的 但現在很多家長 可能自己都在網路上銀行 所以 但是問題是 你剛剛講說網路上 那基本上還是銀行 所以說銀行 自己願意數位化的話 對不對 它自己會有些交易 但有些的話是因為 他們覺得銀行 就像第三方支付 它可能根本就不是 傳統的銀行 是 它就像阿里巴巴金服 螞蟻金服 像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東西也在 美國跟歐洲 越來越多嗎 當然 現在在英國 他說有18歲 到23歲的年輕人當中 有15% 從來沒有去過傳統 那些老銀行 對 我在想可能 更多的是這個 因為你說如果只是 從銀行 從實體銀行 變到網路上面 那我們現在也會常常去使用 實體銀行的網路上面 但現在有些是 譬如像是我們知道的 中國大陸那邊 它是連借錢都不跟 跟傳統銀行借 它是直接跟那些小額的 然後跟類似像 螞蟻金服那樣去借 所以才會對整個的銀行業 產生非常大的破壞性 沒錯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的 所謂的數位金融 大概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就是 科技業原創出來的 新的 不是過去老的 我們熟悉的金融業的品牌 我們現在最紅的 就是各種的支付系統 就是這樣 那它其實接下來這些支付系統 還會進一步跟電子商務 跟通訊 什麼叫車服務來結合 其實是會讓年輕人覺得更好用 那另一個系統其實就是 所謂的傳統銀行的數位化 那這個部分 美國很多的銀行 現在都做得蠻不錯的 其實都很激情 你看 他說像JP Morgan Chase 他的網路網站很好用 據說你在正常情況下 大概五分鐘就可以完成開戶了 OK 這其實也不得不然 因為他自己不趕快加緊腳步 他就會被別人給超越 何況現在 他說為什麼大事所需 另外很重要的是 現在的年輕人 或者現在包括你我在內的非年輕人 對科技品牌的信任度 也比過去大不相同 OK 各位你們說金融業 我把錢存在你那裡 我當然要相信你 足夠的財力 足夠的穩定度 來保護我這筆錢 不會倒不會跑 對 那過去很多科技業 人家哪知道你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你覺得Apple穩不穩 所以你只要發信用卡 你覺得要不要有 是一個人沒錯 所以 所以 再加上現在看起來 不管是傳統銀行 還是Hitech的部門 每年 每年 投入 這個部分的研發的金額 都非常非常的驚人 所以你可以想 今天花下的錢 明天就算只有十分之一 或百分之一發揮效果 或者成功的話 它其實都會帶來很大的改變 那在他描述的所謂的未來的銀行業裡頭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太多了 大家可以找來看 因為時間有限 基本上未來呢 不只是無人銀行 不只是無分銀行 因為這個部分 會大幅的讓銀行業 或者金融業的費用 跟成本大幅的降低 這個降低的效果 其實會讓我們每個人的收回 他這邊這個數字 我看起來蠻驚訝的 他說 未來銀行的費用成本 如果降低大概三分之一的話 平均會讓我們每個人 多賺或者是少支付80美金 給這些金融服務 是喔 所以更方便又更省錢 沒有那麼多的手續費就是了 因為都是AI 好 我們休學回到現場 好 回到冷靜時間 繼續和現場邀請到的雲聰來聊天 好 我們剛講到這一期經濟學人雜誌 事實上銀行業算是受到數位科技衝擊 或是他抗拒數位科技衝擊最晚的一個行業了 所以大概來說 他也不得不去迎頭趕上 因為實在是太方便了 而且現在年輕世代 就所謂的網路原住民 他們實在是非常熟悉這方面的操作 好 所以這部大概是這個樣子 有興趣的朋友去 稍微可以再進一步的去看一看 那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很多事情 他在很多的領域當中 有更多天翻地覆的 更多更新鮮的 或者更多更具有破壞性的一些影響 我們接下來要聊的是 假新聞或者假消息 是不是也是因為最近 各個國家裡面 不管是就一些 出現的社會運動也好 或者一些政治的場域當中也好 相關的真真假假虛實 難辨的東西越來越多 我自己的感覺是假消息自苦皆然 差別是在過去 我們還有一些比較可信任的 發出訊息的單位或者是人 讓我們覺得 還是有說真話的 所以我們可以去區分 如果我想聽真話 我來這裡聽 其他的很可能都是假話 我就一笑置之 或許以前有個 大家信任的所謂的守門員 然後這個角色也還沒有被摧毀 基本上來講 你只要透過一些比較大的媒體 或者你信任的媒體 報導出來的東西 你大概就認為說他大概是 當然那個守門員 也許也可能是假的 不過基本上大家會 就過去來說 但現在是連這些守門員 或者照理說人家可以相信的 都堂而皇之的寫假新聞 所以就讓大家都更覺得 天底下哪裡還有真新聞 不過我覺得這是過渡期 我沒有太悲觀 因為我覺得遲早 因為我們要活著 就還是需要真新聞 所以我們自己會去想到辦法 找到對的 管道 去一去的 例如我可能就 要固定收聽藍軍時間 來先給我真新聞 謝謝 對總而言之 我覺得大概就是 傳統的媒體這塊 現在應該是崩解的關係 所以他不被信任 但現在很多人也是 傳統媒體他也開始要自私改革 然後一方面 大家也會重新去 在新的媒體當中找不到 他可能覺得可信 他也會回過頭去找這些 他認為 還是持續可以收到 信賴的這個傳統媒體 這是一塊 那現在就是新的媒體 還必須要去誕生一個他的機制 讓他去相信說 你除了一些很快很機勢 我可以拿到的一些 嗯 花絮性的啦 比較是 娛樂性的新聞之外 唯一有一些 serious一點的 也有一些比較 重要的政經新聞 在那邊可以看得到 而且可被相信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 過去大家會認為 假新聞的 假新聞之誕生 與它的產地 這套用電影的名字 可能是來自於 Facebook比較多啊 對不對 但是今天呢 經濟學人要跟我們討論的是 YouTube這個世界 是不是現在很多假消息的來源 嗯 假消息我稱之為 數位世界裡的假消息黑洞 綿緣不絕 深不可見底 而且是暗能量 但講到這個黑洞的時候 我們其實常常把focus放在 川普常常發文的twitter 或者我們 這是歐美比較常用 我們台灣最常用的Facebook line 對 小消息傳播 但有一個組織 或者有一個領域 長期被我們忽略 嗯 這個領域就是經濟學人這一期 他有一篇很長的文章 談的YouTube 嗯 YouTube 好 其實因為我們講了假新聞 新聞人都用文字的概念去想它 對啊 對啊 沒錯啊 但其實影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形式 嗯嗯 是沒錯 那YouTube現在其實早就成為 很多人重要的影片來源 是嗎 把它當作另外一個FreeTV 真的是 的概念在使用 沒錯 在上面看新聞 看娛樂 看體育 所以假消息在上面的傳播 是非常非常迅速的 只是一般人很少去注意到它 嗯 而且更重要的是 YouTube相較於別的媒體 相較於傳統媒體 你還可以用什麼NCC UCC去管理它 嗯嗯 但是YouTube你知道嗎 嗯 YouTube啊每分鐘 每分鐘喔 嗯嗯 全世界各地上傳的影片 包括可能你現在一邊聽到一邊上傳 500小時 每分鐘就上傳500小時的 每分鐘500小時的 OK 每天這麼多小時 這還是上傳喔 還不只是看喔 你如果要收看你可以想像啊 而且這還是不是累積喔 嗯嗯 所以累積下來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 是非常非常驚人啊 對你嚇人啊 所以你看現在現在好多年輕人 他你問他說 尤其像我們新聞媒體啊 回到學校去演講的時候 去問他說 你想要我來做什麼 他會立志當YouTuber 嗯嗯 所以立志當YouTuber的 跟立志當直播組的 比如Facebook裡面直播組的越來越多 所以你會知道說 他基本上已經是一個媒體了 嗯 只是說 你剛剛在講的時候我在想 就為什麼我們在討論 有關於假消息的時候 比較少呢 呃 講到YouTube 是因為影像跟文字不太一樣 文字你可以匿名 嗯 你影像如果我們講的是一個YouTuber 他在裡面就是我藍軒露臉 在那個地方 就算說 我今天 因為藍軒文都講出我的名字 講到一般人的話 你知道你是人的臉在那個地方 你很難匿名嗎 除非你戴面具啦 其實有人戴面具的啦 但我的意思說 他是不是被追查的機率比較高 所以他比較不敢去任意的散播 但其實這個專題裡面 假新聞只是YouTube的問題之一 其實YouTube的問題還有包括很多 例如暴力啦 射情啦 乃至於恐怖事件啊 先前抖音就這樣子在討論到的嘛 是你看之前 他這邊文章一開始舉的例子是 就是紐西蘭的恐怖攻擊 恐怖屠殺事件 他就是想要讓全世界周知 所以就一直要上傳影片 後來不是紐西蘭總理說 不行把所有的影片都要下架 不是紐西蘭總理要講錯 是YouTube的總經理 YouTube總經理 要求要所有YouTube的影片都刪掉 但是沒有用 他說一直努力到他半夜一點上傳睡覺的時候 還是有漏網之魚 除了在紐西蘭那一期事件的時候 對那一期事件的時候 一直到他早上六點最後決定 不管所有的上傳新的影片 所有的只要有任何電腦偵測到有問題 因為他們傳統的做法是 電腦偵測到有問題 用人工再去review一次 沒有問題其實就過了 有問題才把它拉下來 他當天就臨時決定 不行 所以只要電腦發現有問題的 AR發現有問題的 直接刪掉了再說 Vlog了再說 他為什麼會過濾不了 所以代表就是說 這個道告一審魔告 就是這個年輕人還要上傳影片 他其實很掌握著所有可能的管道 跟去突破封鎖 一定都沒錯 要防非常不容 而且不要忘記 我們剛剛講過各種暴力 社情 它涉及的不只是影片本身 還有底下的留言 最近他們就發現 有那種戀童癖者 他就刻意在那種兒童頻道底下 去留言 去交換彼此的訊息 所以他不見得是直接播一個影片 他是在既有的影片 看起來可能搞不好很健康很活潑的 卡通影片什麼之類的 底下留很不入流的東西 然後有些YouTuber還會私底下 再去跟觀眾交流 然後在交流過程中做不法的事情 就這幾天 美國一個YouTuber就被定罪被判十年 為什麼 因為他就去誘勸或者誘拐 魏晨憲上傳色情影片跟照片給他們 有 反正就是 對 好多這種網路上面要特別小心 就是他會跟魏晨憲說 反正去交朋友 然後就跟他說各式各樣的理由 就說你好美我好欣賞你 然後有些女孩子不太有自信 他就誒我竟然會有人喜歡 然後久而久 他就誒那你要不要傳你自己的什麼照片給我看看啊 影片給我看看之類的 有人就好壞 所以你看 從剛剛講的恐怖攻擊啦 色情啦 虐童啦 還有人直接秀屍體 拍屍體 然後就上傳有沒有 看透就很不舒服啊 有這種喔 還有 再加上比較政治敏感的 例如廷納粹的啦 選舉過程中刻意製造假影片 把歐巴馬 例如秋秋的影片 硬是把他剪接在一起 讓他看起來很Stupid OK 或者把希拉蕊的 就說他生病了 之類的 剪接過 剪接過 但一般的人看不會特別去懷疑他 更何況 他這邊舉的數字 我認為蠻可怕的 他說現在的年輕觀眾裡面 有40%說Youtuber 比家人朋友更了解他們 OK 有60%的說 Youtube這個頻道 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改變了他們的世界觀 所以 所以我們最近很多家長 一些小朋友 就iPad給他 就隨便他看 對啊 真的是這樣子 其實還是要多留意一下 因為裡面的內容實在是多 你要說他精彩跟多元的程度 當然是非常的多 但反過來說 有一些參加在當中的 很多負面的 很多一些 非常罪惡邪惡的東西 都在裡頭了 OK 好 所以這是不容忽視的Youtube世界 謝謝兒 再回來 好回到蓝萱時間 繼續和沈英聰 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好 那我們接下來 這可怕的 網路世界我們聊完了嗎 不管是文字的影音的 好我們現在開始聊老派的世界 真的 還有老派的世界嗎 好老派的世界也必須要去迎接新時代了 好 那所以呢要聊什麼 聊一個老人叫巴菲特 OK 好 他算是OK 對不只是老人 而且是真的老派的投資法 對 這倒是 不能叫老派 其實還是很棒的投資法 好 Anyway 最近如果大家看新聞 多少會注意到 因為巴菲特的公司 波克夏 在5月4號召開股東會 台灣還是有一些人會回去看 也蠻好的 到第一線現場去 那我們昨天才講到 其實他雖然老派 但他還是很關注很新派的公司 所以他特別推崇 Amazon跟Apple 他先生是Apple 昨天要特別講到的是Amazon 對 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位老先生 歐為是在與時俱進 經濟學員這一期也有篇文章 就藉著這個股東會 再來聊了一下他的投資法則 那他知道他的投資法則很重要 的一個概念 叫做 長期持有 是不是 我記得 長期持有 但什麼東西你要去長期持有 好東西啊 所以什麼叫做好東西 很難定義 有 他有很具體的定義 真的嗎 就是他的概念叫做 護城河 護城河 OK 你所買的這家公司 你所投資的這家企業 他必須有護城河保護 什麼叫護城河呢 兩個類型的護城河 第一呢 獨門生意 獨門生意 別人想進來 門都沒有 或者是非常 門檻要高 或者是非常非常困難 這樣就是他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護城河呢 它不是獨佔 但是呢 這家公司生產的產品 提供的服務 好的不得了 OK 在全球 在全國 都有很多始終的消費者 這些始終的消費者 因為覺得 用你的產品的體驗太棒了 所以他不會輕易的更換品牌 這個例子太多了 如果你看過多多少少他幾本投資書的話 例如當年他投資美國運通 60年代70年代的時候 大家如果還想像不到的話 那不是現在信用卡漫天飛舞的年代 OK 美國運通可是金字招牌 OK 所以他投資了美國運通 再來 極力刮虎刀 極力刮虎刀 現在面臨的衝擊 是我們剛剛第一段談到的一樣 被數位新的商業模式 是衝擊到蠻大的 刮虎刀也會被數位衝擊 現在有自動在你臉上刮來刮去的刮虎刀嗎 不是使用 販賣模式 販賣模式 對 我們以前都是刮虎刀賣完了 就去超市買 或者去百貨公司買 那現在網路上有那種訂閱制的 你付費用 時間到了 我自動寄到你家給你 就像我們新年在講 衛生紙 以後可能可以 是 例如這樣的商業模式 其實 就讓幾個網路上的品牌 被異軍突起 當然規模還是差蠻多的 不過是指日可待的一個大的變化 再來可口可樂 對 那也是在巴克菲爾買了之後 它更加的厲害 所以這個就是它所謂的 護城河的概念 這兩個概念還不錯 而且還蠻蠻容易記的 不過有一點好玩的是 他說這片網站其實也特別點到 如果從這兩個角度來說 巴菲特當時 你知道現在這家波克夏 原本不是什麼大的投資公司 它最早其實是一家紡織公司 是個紡織廠 巴菲特是在1965年把它買下來的 但買了之後 其實事後這個護城河概念去檢視 它不是一個很好的投資 因為紡織品沒有什麼護城河的優勢 大家都可以做 所以它當時買的原因 純粹是因為 當時這個公司有一些資產 但是股價很低 所以股價遠低於它資產的總值 也就是說那個理查吉爾做的事情 如果買了之後 去拆解它 你可以賺更多 當然巴菲特買的時候沒有拆解它 但是它把它變了一個樣子吧 對 它還是一個很好的投資當然沒錯 但它並不符合 它剛剛自己講的護城河的概念 但是問題現在的波克家 它還生產紡織品嗎 不生產了吧 很少很少的波克家 它比投資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換言之你從這裡也可以看到 巴菲特在投資概念上 並不是死腦筋的 他原先這樣子講 就一定是這樣子的投資 但這個文章提醒我們 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過去呢 巴菲特很有名叫做價值型投資 我們叫Value Investing 也就是你找到還不錯的公司 然後你用很好的價格把它買進 OK 發生一個公司 老闆很不錯 員工也很好 然後市區很高昂 產品服務看起來指日可待 可是因為現在還不是那麼賺錢 所以股價不高 老闆可能也沒有那麼大資金 用更高的股價賣給你 所以看到了中間的便宜 然後就把它買下來 等著這家公司將來指日可待 這叫Value Investing 但是他說現在呢 巴菲特策略它是得倒過來了 也不叫倒過來了 開始做轉變 原本是還不錯的公司 用很好的價格賣 他說現在他要開始用 還不錯的價格去買很好的公司 那只買得到嗎 很好的公司幹嘛用一個很 還不錯的價格 所以你不見得可以減到便宜 它可能像現在Apple一樣 價格其實蠻高 它可能像現在Amazon一樣 價格已經漲起來了 但是因為這家公司 未來還會更好 因為它公司太好了 它具備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護城河的概念的條件 所以現在就算股價 好啦不是太便宜 還好而已 對他來說應該還好啦 對我們來說可能不是 根本高不可拍 但對他來說當然還好啦 不過話說回來啦 巴菲特也不是每次出手都中 其實看錯了也蠻多的 例如Tesco 那個大賣場 他其實當時投資的時候 也是覺得 你在英國應該做得不錯啊 結果我們就想到 連續幾季獲利都不是很理想 所以他2014年是認賠賣掉的 那另外一起我們之前節目裡面 也聊到的 他買了那個Craft跟Heinz 合併之後的那個公司 狀況也不是很好 那他當初投資的美國運通啦 還有富國銀行啊 現在股價都很 所以意思就是說 大家都只記得他好的 沒有記得他做得糟糕的 還是說糟糕的他都認賠殺出 都要說好話做好事啦 記得好的事按是對的 因為畢竟是學的 但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 因為這在他整個投資足夠裡頭 也不是太大 而且更重要的是 人家老人家懂得隨時在做調整 對啊我覺得這點應該是重點 所以他這個文章最後結論說 價值投資啊 其實當然是不容易的 要找了好的公司 還不錯的股價 要有富城河的條件 而且也不是重點 要看得懂什麼是有價值啊 價值這件事情 本來就已經非常主觀了嘛 看得懂是一件事情 但其實很多人就算看得懂 缺乏兩樣事情 第一個勇氣 第二個是紀律 紀律 就是有些人 這個紀律說 我原本決定 我需要做一個長期的價值型投資者 後來就忍不住 就知道 藍軒說賣啊 就賣了 後來就後悔末期啊 對對對 OK好了解 我們休閒回到現場 好回到藍軒時間 繼續和沈云聰 來聊這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好所以剛剛前兩段聊的 比較是數位新科技的東西 剛才講了一個 云聰說比較復古的老派的 那麼現在講的更老派的 人總是要穿衣服 怎麼樣穿衣服 為什麼經濟學人雜誌 就會教大家怎麼穿衣服啊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OK因為他Business裡頭 我們說過他有個關於職場的專欄 Varsity 裡面就會每一期選一些不一樣的角度來聊 然後有時候我看到有趣 我們就拉出來聊 那剩下一點時間我們來聊服裝 因為現在換季是夏天到了 而且聽聽看經濟學人雜誌 是怎麼談職場的穿著 我很好奇 OK因為過去我們都職場上班 我們現在已經解放很多了 現在已經解放很多了 自從這個蘋果 不只蘋果更早 實際上是從微軟開始 從Bill Gates開始 穿衫 穿卡企褲 不是美國比較具體的企業的變革 是類似像西南航空 這樣子嗎 你說這是制服 制服 你說這是職場的制服 制服也有包括正式的服裝 對嘛 我說正式服裝開始解放 好像大家印象比較深 是從Bill Gates開始 嗯沒錯 不過你覺得可以解放到什麼程度 看不同行業啊 是不是 但無論任何人家 其實還是應該有差的 比方說西裝外套加上襯衫 但是不用綁領帶 如果是T恤 是不是西裝褲 T恤加牛仔褲呢 像祖克博那樣 對啊OK啊 就新科技產業啊 好那如果是短褲加拖鞋 短褲OK加拖鞋 可是像很多西加坡 或者休閒鞋但不穿襪子 OK喔 所以我覺得看每一個人 而且看這場合 一般人講金融業是最保守的 沒錯 他這邊就舉著高盛 他就很明確的白紫黑制 不準是不是 不合適每天穿 他也沒有說不準 其實現在包括台灣很多銀行 也說週五有休閒服務日 就不用穿制服 有有有 他們就是禮拜五 對對對 就是讓你解放一下你的心靈 免得來老是抗議說 為什麼人家都穿的那個樣子 只有我不行 嗯 這個趨勢當然是從90年代以後 剛剛講的比爾蓋茲啦 賈伯斯啦 OK因為這些科技業 當然還有一些高階的金融業 反正夠有錢嘛 都可以不甩這一切的 繁文乳節 沒錯 而且年齡層也很明顯的下降 嗯 但演變到今天其實越來越多 一般的公司也發現何必呢 OK 領帶真的很不舒服 尤其我們牙熱帶跟熱帶 我都覺得 女生老師要為了一些臭男生 那麼愛穿西裝 那麼愛打領帶 半死冷氣吹到快變冰棒了好不好 我一直想寫文章 但沒空寫 那我想不要寫 我們在節目裡面聊聊就好 我呼籲啊 台灣的機器 真的不要再規定員工穿西裝制服 男生 尤其我看很多房仲 業務員 大熱天 騎著摩托車 穿著西裝 戴著領帶 真的都替他們能夠 你說在辦公室還好 你在外面跑來跑去 是 我會強烈建議 公司稍微有點規模的話 花點錢請個設計師 設計一套 比較正式的 好看 看起來正式的 看起來正式的端莊莊重 但是料子好一點的 涼快通風一點的 對對對 跟你的員工穿 但其實這篇文章要談的不是這個 他指出一個很有趣的差異 男性跟女性之間 男生呢 老實說 男生本來衣服變化就比較少啊 而且一般人不太特別注意男生穿什麼 男生在怎麼穿也好看不到哪來去啊 真的 你不覺得嗎 女生的穿著是一種風景好不好 尤其在職場呢 夠鬱悶了吧 你看看 偶爾看看漂亮的女生 或是穿著打扮得意的女生 可能是一種很好的辦公室風景啊 嗯 他是說 男生也可以努力啦 我覺得 你看嘛 你在電視台工作過 他就說 舉個例子他說澳洲有個電視台 他說 男主播 每天穿同一套衣服 從來沒有人發現 但是呢 女主播 只要他連續兩天 或者這個禮拜當中有兩天撞山 就有觀眾反應 你為什麼沒有換衣服 為什麼穿一樣的衣服 OK 同樣是英國皇室 威廉王子穿什麼 跟王妃穿什麼 他很多啊 那凱特王妃那麼漂亮 梅根那麼漂亮 對 他說凱特王妃 同一件衣服穿兩次 所以我跟你講 女生的薪水要比較高 因為還需要製妝費 真的 你這樣講有沒有道理 就是女性 你的穿著 你要很多的考量 第一個 本來就是在這個男性為主的世界裡面 你特別需要強調自己 OK 所以你不可以顯得不專業 但是呢 你想休閒的時候 你又不可以太邋遢 然後在兩者之間 你還要顧慮到 你不可以太曝露 對不對 然後呢 更麻煩的是在很多的國家 包括 他就說 很多女性如果穿短裙 或者衣服質料薄一點 你進到辦公室 會太冷 因為他說 就是因為臭男生啊 都要穿系統打領帶啊 是 他說那個辦公室的冷氣 其實是為男人設計的 對啊 這個點我出了N百遍了 真的真的 然後出到外面 女還是會太是 所以對女性來說 正式與非正式之間的那個界線 很難很難去拿捏 然後你看 還有鞋子喔 OK 男生可以穿休閒鞋 就算皮鞋也不會不舒服到哪裡去 可是女生 對啊 就是得借有高跟鞋 露脂不露脂 高跟低跟平跟 這個都對不對 你想這麼大 不過女生 有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就是女性的套裝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的街頭裝 你很少再看到 穿著套裝的女生 是啊 在美國也是 他說這個數據很具體 從2007年到2016年 美國女性套裝的銷售 衰退了77% 這麼高 OK 所以衰退80% 所以男生情也衰退吧 對不對 女生不穿套裝 男生幹嘛一定要戒指穿西裝打頂戴呢 對不對 而且呢 其實給更多的一些自由 尤其是配合天氣啦 我覺得現在 你又一方面講暖化 講到整個的能源的耗費 一方面你要穿那麼多呢 開那麼多的冷氣 你不是覺得自己很矛盾嗎 所以總之 顧及自信高度美觀跟健康 以及環保 對 他說最後一個結論 衣服當然不可以亂穿 但也沒有必要 每天穿得像要赴碗宴一樣去上班 OK 好 完全贊成 OK好 非常謝謝沈英聰帶來這期的經濟學問答誌